在这期视频中我们会聊三个话题 当我们在python中安装一个依赖的时候 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又该如何把自己的项目打包成一个这样的安装包呢 以及现代化的python工程到底应该长成什么样 我们先从最熟悉的那一步开始聊起 安装依赖 当我们用peep, uv, poetry这些工具安装一个软件包的时候 它们背后其实都是从pyp这个网站上下载东西 比如我们执行peep install flask 下载下来的就是一个叫做flask3.11的whl文件 这个whl文件的格式是由peep427这个规范定义的 简单来说whl文件本质上就是一个zip压缩包 我已经事先下载好了flask的whl文件 现在我们就把它解压一下试试看 解压之后我们会看到两个目录 一个是flask 一个是flask.distinfo 而所谓的安装依赖 其实就是把这个zip压缩包解压缩到zippackage目录里而已 distinfo目录里的metadata文件 记录了flask这个库本身需要用到哪些依赖 所以当我们安装flask的时候 peep也会自动把这些依赖一起装进来 而这些依赖信息实际是从flask项目的pyproject.tomo文件里面生成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目录flask 这里面存放的就是flask的全部原代码了 比如说我们写importflask.app python就会去找flask目录下的app.py这个文件来进行导入 不过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一下 import的路径是由代码目录的名字决定的 不过这个代码目录名字并不一定和我们安装时候的包名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安装一下beautifulsop4这个库 你会发现它的代码目录其实叫做bs4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引用它就得写importbs4 点whl文件的结构其实是比较自由的 我们可以像flask一样把代码都放到一个目录之中 也可以在同一个whl文件里面放多个代码目录 或者干脆就不放代码目录 直接把代码文件扔到根目录下也是可以的 不过大多数项目还是会像flask一样 用一个和包名相同的目录来存放所有的代码 这样不但更清晰 同时也避免了命名的冲突 好了解完了whl文件的结构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那这个whl文件到底是怎么生成的呢 在peep517这份文档中 python的构建系统被拆解成了两个部分 frontend和backend 我们平时用的命令行工具就是frontend提供的 frontend在背后会调用backend backend则会把项目代码打包成whl文件 官方推荐的frontend工具叫做build 而默认使用的backend是setup tools 顺便说一句 这里我们所说的官方是指的一个叫做pythonpackaging authority的组织 像peep,vinv还有我们用来发布whl工具的twine都是这个组织在维护的 因为peep517这份规范把frontend和backend之间的交互接口定义的非常清楚 所以这两个部分也就诞生了很多的第三方实现 比较常见的有fleet,hetchling,uv,poetry,pdm等等等等 这些第三方的实现既可以当作frontend也可以当作backend 而且这两个部分其实是可以自由组合的 比如说用uv来当frontend,用poetry来当backend 有没有一种用ps玩马里奥的感觉呢 而今天我们就用官方推荐的build作为frontend 至于backend虽然setup tools功能非常强大 但它的历史包袱实在是太重了 为了兼容老的项目 它的配置文件被设计的非常非常复杂 写起来太痛苦了 所以这次我们选的是当前最流行的hetchling 作为backend 现在我们来看操作 继续使用刚才的例子 除了代码文件foo.py之外 我们还多写了一个叫做pyproject.tomo的文件 在里面指定了flask是工程的依赖 这里不太明白的小伙伴可以参考我的上一期视频 从peep到uv看看人们是怎么把虚拟环境和依赖管理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而我们想用的build工具 本身并不包含在python的标准安装包里面 所以我们还得手动安装一下 我们可以直接用peep来安装它 或者用uvpoetry也可以 装好之后就可以用python-mbuild这个命令来打包了 默认情况下build会使用setup tools作为backend 如果我们想换成别的 比如说hetchling 只需要在pyproject里面添加一个build system配置就可以了 这段配置通常我们是不需要自己写的 一般它会出现在官方文档里 这里我们就直接复制hetchling官方文档里面的内容 然后我们重新执行一下python-mbuild来打包 这里的错误我们一会儿再修 先注意一下打包之前 我们并不需要手动的去安装hetchling build会在打包过程中自动下载它 顺便说一句 如果你喜欢uv也可以用它来作为frontend 命令是uvbuild 和python-mbuild实际上是一样的效果 不过uv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好 现在我们来修复刚刚看到的打包错误 错误的根源在于我们当前的python项目结构 并不符合hetchling的默认要求 我们暂时先不管它默认到底想要什么结构 我们先让它跑起来再说 根据hetchling的文档 我们可以在pyproject里面添加这样一段配置 然后在package这个属性里面 列出我们想打包进去的文件 比如说我们这里就想打包复点py这个文件 接下来我们再次执行一下打包命令 这次就成功了 来看一下打包生成的whl文件结构 可以看到复点py被直接放在了包的根目录里面 这意味着当别人用peep install安装我们的包的时候 复点py也会出现在它的虚拟环境的根目录下面 所以如果别人想引用复点py中的代码 就得写import full 但这样的问题非常明显 我们直接把代码丢在了根目录 很容易就和其他的包发生冲突了 所以更常见也更推荐的做法 是把代码放到一个和包名相同的文件夹里面 比如flask那样 因为我们的项目名称叫做buildtest 所以这里我们就创建一个同名的buildtest目录 把代码挪进去 接着把pyproject文件中的package属性也改成这个目录名 这意味着以后我们在buildtest目录里面 新增python原代码的时候 就不再需要去更改pyproject.tomo文件了 比如这里我们再增加一个bar.py文件 然后再打包一次 可以看到这次打出来的whl文件里面 就包含了整个buildtest目录了 现在我们来安装一下这个包验证一下 可以看到代码已经被安装到buildtest这个文件夹中了 所以当别人想要使用fu.py这个文件的时候 就需要写importbuildtest.fu 这样也就避免了命名的冲突问题 因为安装后的文件结构跟whl包里面的结构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接下来的演示里我就不再重复安装的过程了 只会用unzip列出包的结构 我们现在先把自己从环境中删掉 然后这就是我们在开发阶段使用的项目结构了 这种把代码放在和工程名同名的文件夹里面的做法 叫做flatlayout 一些结构比较简单的项目就是使用这种方式来组织代码的 这里还有一种更常见的做法是把整个buildtest文件夹放到一个叫做src的目录里面 这样做的好处是项目结构会更加的清晰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在src的同级目录里面放一个test文件夹用来保存测试用的代码 放一个script文件夹存放开发时用的小工具 或者放一个docs文件夹用来存放文档等等等等 这样别人一看项目结构就能明白 只有src目录里面的代码才会被最终打包进whl文件里了 这里顺便说一句 我个人其实觉得把这个src文件夹叫成lab会更加的贴切 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test和script里面这些也都是代码嘛 凭什么就不能放进src呢 而lab的意思更偏向于酷是准备打包拿给别人用的部分 所以感觉更加的契合这种情况 当然了我们还是按照标准来 这种src文件夹下面放代码目录的结构就叫做srclayout 这就是目前python社区里面最最流行的项目结构了 绝大多数主流的开源python项目都是用这种方式来组织代码的 为了让hetchling正确的支持srclayout 我们需要更新一下pyproject文件里面的package属性 把路径改成srcbuildtest 然后我们再来打包一次 可以看到打包后的buildtest是直接放在包的根目录下的 并没有被包在src文件夹里面 这正是我们预期的结果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srclayout其实就是hetchling默认支持的项目结构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把package那一整段配置全部都删掉 不过根据hetchling的默认规则 项目的代码目录里面必须要有一个init.py文件 这里我们就来建立一个空文件 这个空文件就是python用来识别一个目录为可导入包的标记 如果有朋友不太清楚init.py的作用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这一期视频 这里我就不展开讲了 然后我们再来打包一次测试一下 可以看到结构还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来简单的总结一下 python有两种常见的结构 首先是flat layout 这种结构会把需要打包的代码放到和包名相同的文件夹中 这样一来用户在import代码的时候需要把包名当作前缀 避免了命名的冲突 但如果项目中有不需要被打包的部分 比如说单元测试 开发用的脚本等等 项目大了之后就可能分不清到底哪个文件夹会被打包了 于是人们就约定把需要打包的代码目录都放入一个叫做src的文件夹中 这样我们就明确的知道只有src中的所有内容会被打包了 src中一般只会存放一个和包名相同的目录 但也有的项目会存放多个代码目录 这种结构就叫做src layout是现在最流行的项目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src layout在打包之后src目录中的内容会被直接打包到根目录下 所以import的时候也是不需要包含src作为前缀的 不过不管是src layout还是flat layout这里其实都存在了一个问题 假如我想在负点py文件里面引入bar.py 我们应该怎么写呢 用相对导入的话就很简单 写一句from.importbar 但是如果想用绝对导入应该怎么写呢 对于使用我们这个包的人来说 肯定是写importbuildtest.bar 因为这是安装之后的绝对路径 所以为了保持一致 我们在项目内部的代码里面最好也这么写 你看vscode都没有报错 连跳转都是正常的对吧 那现在让我们来实际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结果怎么样呢 Python提示找不到buildtest这个包 那我们来看看Python是从哪些地方来查找模块的 可以看到模块查找路径的第一响是一个空的字符串 它表示的是当前运行的这个py文件所在的目录 当我们执行Pythonsrcbuildtest-py的时候 复点py文件的所在目录是srcbuildtest 而我们代码中写的是importbuildtest.bar 也就是说Python会在buildtest目录下面再去找另外一个名字叫做buildtest的子目录 然后再去下面找bar.py 这样显然是找不到这个文件的 还有一个可能找到bar.py的地方就是虚拟环境的安装目录 但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把项目自己安装进虚拟环境 所以虚拟环境中也是找不到这个文件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重点 无论你是用flat layout还是src layout 开发阶段都需要执行一次peep install-e.命令 这个命令表示把项目本身安装进虚拟环境 这里的-e参数代表的是编辑模式 带上了这个参数之后 peep不会真的把项目的代码安装到虚拟环境里面 而是留下一个类似快捷方式的东西 这个快捷方式会连接回我们项目当前正在编辑的代码 这样就避免了项目和虚拟环境中有两份一样的代码 而引发同步问题了 在我们执行完peep install之后 我们再来运行一次 可以看到现在程序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 如果说你用的是UV来管理项目 其实是不需要手动的执行peep install-e点命令的 我们可以直接用UV run命令来运行想要的脚本 UV就会在后台自动完成 把项目本身安装到虚拟环境中的这个操作 好了 这就是关于python项目结构和打包 我认为最最重要的一些基本概念了 如果说还有哪个地方不太清楚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会尽量的帮大家解答 我们用了两期视频 讲了二十年间 python是如何从怎么写都行 走到了今天的规范与清晰 这是不是说明它做的其实不够好呢 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东西 一开始就是完美的 很多标准 很多结构 也都是在一次次的试错之中 被慢慢的摸索出来的 写程序也好 做项目也罢 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 与其一开始就追求完全正确 不如先把它做出来 哪怕是粗糙的 不完整的 但只要它存在了 其实就已经在变好的路上了 在软件的世界里面 也许这被称为历史包袱 而在人生里面 我更愿意把它叫做成长 这里是程庄老王 我们下期再见 没有 整阶庄老王 下期再见 你 这个 无gre 你 都是 有 想